2024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也是中俄文化年开启之年,作为世界著名钢琴家,维奥列达·叶戈洛娃曾在美国、法国、中国等十多个国家演出,并且是许多著名交响乐团的常驻钢琴家。 叶戈洛娃对中国音乐和中国音乐人有着怎样的理解和认识,如何看待音乐在沟通世界,增进民众相互了解方面的作用,中心社东西问就此于近日专访了叶戈洛娃。 1924年和2025年,我认为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派对中国人,是个国家的派对中国人。 我现在看了几个提供的了设计的和设计,我愿意来到。我会有空间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中国人的声音。我非常喜欢中国人。我都会在中国人。每个次都会是一场场场面。 人们来到家,来到孩子,来到亲戚,朋友们,朋友们 然后,在节目中,很多人都在乐队 他们想聚集到音乐,拍摄拍摄 拍摄拍摄,听到音乐的故事 我觉得,中国人很喜欢 классическую音乐 叶格洛瓦年少成名 从四岁开始学习弹奏钢琴 12岁时,他便在莫斯科举办个人首场独奏音乐会 获得过多个国际钢琴比赛奖项 作为著名钢琴家,叶格洛瓦长期在国外演出,教学 他认为音乐是一种独特的国际语言 能够沟通世界各国,增进民众之间相互认识和了解 我非常感到,在世界中的中国文化建议中, 近年来,中国青年艺术家不断在世界艺术舞台展露头角, 并取得优异成绩。 耶格洛娃认为,中国音乐充满无法复制的独特的民族特色。 新一代的中国音乐家都非常优秀和富有活力。 当然,我听到中国音乐,听到中国音乐,听到中国音乐, 当时我曾经认读到中国音乐。 非常有趣,优优优优优优优独特的音乐。 中国音乐家现在表现了很多连续剧场, 他们有很多,因为他们 дисциплинированы, 他们能够工作。 我已经不讲连续剧场上, 我已经不讲连续剧场上, 像《万万》和《万》。 但年轻人们也很精彩, 很努力,很努力, 而且很有趣。 中俄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 耶格洛娃表示, 这能够更好地让彼此相互理解, 相互借鉴学习。 这种交流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文化很富有, 不同的,深度和深度, 是在中间的新的一切 的新的招待 的发展和发展 我们的一切 为俄服的需要只需要续持续这个步子